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请后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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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问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菩萨大家晚上好 欧美陶佛 欧美陶佛 请胖长 这学期 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研究 这部能源经 这部能源经的全名是很长的 我们简称是能源经 有些人念嫩缘经 比较正确的这个念诵方式的方法 应该是称为能源经 嫩缘经就嫩住了 能源经 能源经 那当然这个是在发音上 这个念法不同 当然是引能源经 以前我都念嫩缘经 有一次跟你一位长老在一起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 来送嫩缘经 弄什么弄 弄住了 能源经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 当然长老有长老 他很深刻一个修行体验 当然这部能源经 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 有很重要的地位 当然近几年来 尤其大概二三十年前 整个学术 尤其在佛教研究学术上的一个发展上 曾经有人也对这一部经 能源经 产生过一些质疑 觉得这一部经 有人也把它 这个称为是伪造的 就是编造出来的 不是佛所说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论述 当时我们的白圣长老 包括我们金星长老 他们都曾经对这样的一个论述 有提出了好几种的一个证据 去证明这一部经 能源经在佛教史上 它的地位 也证明的是佛所说 当然 假如从第二个角度来谈 假如这一部经 确实假如说 假如说是由我们中国佛教的法师所编造而成 那我们要很肯定 我们中国佛教界的法师的境界太高了 我都编出这样美妙的文句 那也真的是了不起 真的很了不起 这不能源经 在唐朝也有几位主事大德们的一个 一个著述 就是做这部经的一个解释著述 也有做著述 也有收藏在《大藏经》里面 也有收藏在《大藏经》里面 那关于这一部经 在近代以来 大概是我们现在用的这本讲义 就远林大师 远林大师 他很用功 做了这样的一个讲迹 结入而成 听说这老人家为了要研究能源经的时候 他就在他自己的这个疗法里面 他不懂的 他不了解 他就写成了纸条 然后就贴着 贴在这个墙壁上 不懂的就贴着 实时提醒自己去参救他 去了解到他 从本来是整个疗房都贴满了纸条 大概都很多都不懂 也都读不通 也不了解 一直到他 他假如通了 他就把它撕下来 知道了就把它撕下来 整间房间本来是贴满了字条 到最后把整间的字条都拆掉 才集合而成了这部经 这部著书讲记 是远林大师 远林大师 他在我们近代佛教史上 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位大师 他是跟太区大师他们同一个时期 也曾经担任过福州古山永泉寺的方丈 好几间好几间寺寺的大大祝寺 他的法子就由白胜长老 白胜长老也对能源经也有相当的一个研究 然后再传给了我们这个金工长老 那在能够把这部能源经讲得很完整又很详细的 目前在我们台湾佛教界跟学术界也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我们近新长老他有优势他有讲过了能源经 他有把他整理了一个DVD 跟大众做一个结缘 他讲了好几年 我看那个DVD那个时候好像还蛮年轻的 我曾经偷问他那当年有五十回 他说不要啦 听得很高兴 但是看起来就是这个老修行的那样子 很文重 讲得也蛮详细的 但他也就是以原理大师这一本作为他的教材 作为他的教材 当然我们新年纪念的治愈老和尚 他也有很简单的一个解释过 那南淮景教授也有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 南淮景教授 其他的大概都是比较紧要的或者是略数的 怎么不经讲完的呢 大概也不多 大概也不多 那这部经内容很深奥 又很重要 很深奥的地方是谈到了如来藏的思想 谈到如何回到我们的本来清静的一个修行的内容 像这部能源经的一个整部经的全名叫做 大佛顶首 如来密音 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行 所能源经 差不多身杂脱脱了 这部经的全名是这么的长 但这部经的全名就已经把整部经的精神价值 都把它呈现出来了 都把它呈现出来了 大佛顶首 大 大是一种赞美 是一个称赞 称赞什么 称赞下面要谈的佛顶 包括如来密音 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行 所能源 都是在称赞他的大 大是一种至高无伤 是一种非常珍贵 非常高尚的一个意思 那来因略的赞叹这个法的尊贵 然后再由这个法的尊贵去呈现出大佛顶 大佛顶首 这个佛顶是佛的头顶上 是至高无上的一个意思 古德曾经也有做责任的一个诠释过 说所谓的开悟在能源 成佛在法华 开悟在能源 这能源经是指指我们怎么样破除种种的烦恼习气跟执作 尤其这一部经的一个当机众 就是由阿难尊者 当时碰到了摩登前女的种种的一个因缘 然后由世尊派着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持着能源 然后去紧急的去救了这个所谓的阿难尊者 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样的一个起源来讲 这一部能源经 那这一部能源经呢 在后面有提到了 有25位身文弟子包括菩萨 就是25位大修行人 提出了他们怎么样修行圆通 圆满通达的意思 那25位菩萨都各自阐述他们的修行的方法 那最后来在浅文殊师利菩萨来告诉着阿难 以哪一个法门为他修行比较贴切的 直接可以下功夫的 那换句话说 由阿难比较能够去修行的一个比较气理气机 也代表整个娑婆世界众生比较气理气机的一个修行方式 当然25位菩萨当中就以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源通 所以我们后来有祖师们就称我们观世音菩萨为圆通教主 也是这样的一个典故 包括其中也有介绍了念佛源通 当然以耳根源通最为殊胜 而且最为比较能够修行对峙我们烦恼的一个力量 耳根源通 那24位菩萨当中有生文弟子 有所谓的大比丘 那也有所谓的菩萨 也有所谓的菩萨 这我们在经文里面 再慢慢来跟各位做一个介绍 所以有介绍 有没有把这部经读过的人请举手一下 有没有把整部经读过的 哎呦 没有 这样怎么办 这部经有空 所以我把这个原点带来 各位回去可以先阅读一下 有七卷 这我们在水陆大法会的时候 都是一定是要送辞的一部经 除了良皇宝燦之外 就是能源经 在廉子大师的水陆仪轨当中 特别的指定 能源经要由一些亲近的比丘来送辞 包括良皇 那也因为近几年来好像 身重并没有那么的多 好像有做了一些调 但是再怎么调整能源经呢 原则上都是有比丘们在送辞 都是比丘在送辞 当然不是说女众不能送辞 一定是可以的 还有人曾经问一个问题 很可爱的问题 他说在家居室在家不要送能源座 送的能源经在破我们对志欲望的一个烦恼习气是可以的 但是佛陀从来不会说他送了一部经 会让人家的夫妻分开的好像也没有那么厉害 佛陀会劝大家好好地用功修行办到 怎么会送了一部经或者持了一个咒 整个家庭会起了变故 那比魔术是更厉害 应该不至于是这种问题 我不知道这种传说转述是根源于哪里 可是也常常有人提过这个问题 人家说的 那个人是谁 他也不知道 就那一部再团了一部再团了一部再团了一部 原胸也找不出来了 原胸也找不出来了 那也有一说 送能源座一定要在这个一大早 其他时间不能送 那我们这个时间要讲能源经也不行了 没有这一回事 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所能源经它为什么要一大早送辞的意思 是一种代表它很重要的意思 很重要的意思 很重要的意思 当然一大早能够能源座是非常好 能够让我们色心 因为能源座在送辞的时候是很快 所以有些到场在参加招呼的时候 会觉得跟不上 因为平常很少在送辞 对这个整个咒语的并不熟悉 那并不熟悉的时候 你读送起来就卡一卡 会辣了一大截 可是你慢慢的一段时间 你熟悉了以后你就会送得很快 此能源座是很快的 它背送起来了 它是背送起来很快的 那有这么一说就是会修领养 会修就是很重要很紧急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意思 那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当我们在破一些非因基因 所谓非因基因 就是不是成为这样的一个因素 我们千万不要 因为有人这么一说就起了种种的一个瓜 甚至有我们在家里不能自己送什么水餐 不能送地藏金 送了以后 幽默几个都会跑来你们家 上一步地中间幽默几个都会跑来 较舒适我就给他跑来 让他跑来也没关系 但不要因为说一些民间或者坊间的一些流传的 这样的一个因素把它当真 为什么佛所教我们的话 你没有办法一直把它当真 一直在运用它 反而把一些民间的传说把它当真了 佛所说的这个开悟的条件 修行的方法 我们假如能够这么样认真的把它持守好了 我相信在我们的修道上 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才对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才对 但这一部能言经 在整个的佛教经论上 它是一部大经 而且是很重要的部经 很重要的部经 你看到吗 虽然各道场也许没有送整部能源经 但是做早晚课 你看从古代的祖师到现在 绝大部分的道场 早刻一定会送能源做 早上一定会送能源做 那送能源做 基本上我们在这部经的经名 叫做所能源 所能源就是大定 就是一种定的意思 最高境界最高的一个定 我们就称它为所能源三昧定 就是大定 就是大定 那為什麼在送能源座 在送能源座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射心 那在修禅修也有相当的一个帮助 比较容易射心 你不会散乱 因为你座位要迟得准 迟得快 那就不会打望一下 那整部能源座送完大概也要15分钟左右 那新年就很容易就这样 就静下来 那你就很容易可以进入在这个 对参修的帮助相对提升了很多 也帮助了很多 也帮助了很多 所以在送能源座 你看一大早在我们大雄宝天 这围隆月仲 你看手持着木油打得很快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都木油 这个打起来都轻松了 在丛林里面那是几百人在送早课 木匙锤匙 火火到重 到重 要用两只手拿着再打着 那人跟针也很高 那手也都很粗 一拿就这样 顶着要很高 顶着要很高 所以根据在禅宗他们 禅宗也好 丛林道场也好 都会要求都深重 都要背诵能源座 一般假如到现在 我们假如到大陆的一些寺庙 他们在做早晚课 你很少看他们在拿课诵本 一来他们的这方面的资源也并不多 二来他们本身就要求 你要做早晚课就是要背诵起来的 没有在拿课诵本的 我们这里比较方便 哎呦 这好像按来得很好了 你这样一轎到处 后来摆担 老大人后他那种座 还有经线的肩膀放 经线的人又串变变变 有的比较好的头前还有一杯茶 如果没有旁边也会陷入一杯小茶 怕我们疼 怕我们压 哎呦 没想到这些都是吃饭 所以有时候 这个条件 我们是跟他们比起来是好了很多 可是相对的我们背诵的条件 就输了很多 在大陆我去参加过几次 他们的早晚课诵 他们都是背诵起来的 全部都背诵的 能源座都背起来的 而且背得很熟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早课 在诵已经很困难 到他们那边一诵一笔 哎呦 人生小朋友而已 他们那个我感觉那些字都不会打赶 我都记得了 大家就从小就一直训练 很熟很熟很熟 这关于在一般生活上 这部能源座在整个佛教界的影响可想而知 那整个能源座当然就是整部能源经的一个核心里面 所要展现出来那个定的力量 定的力量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部经的它的一个特色 我们先看到这个原点 它这里前面有一个序文 先带着各位来读一读这个序文里面的一个观念 我们没有送过这部经 但要先对这部经 先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知跟了解 先有一个认知了解 我们看这个序文 大佛顶索能源经 这简称 有些更简单就直接成为能源经 大佛顶索能源经也是简称 整部经的全名是 大佛顶索如来密因修正了 于主菩萨万幸所能源经 一口气念不完了 一口气念不完了 好 那我们来看这部经 在整个佛教史上 它的地位还有它的一个力量 所谓的力量就是它在教界上 所带给我们的一个修行上的一个力量 好 它说所能源经者 诸佛之会命 诸佛是一切三世诸佛之会命 就是它的智慧 所以这里谈到如来密因 这个如来密因是什么 诸佛的密因就是大因 密不是不可说的那个秘密的密 这个密是什么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佛之正因 这密因是成佛之正因 不是那个不能讲不能不能说的秘密的那个秘 密因者正因也大因也密 所以它前面加了一个如来 如来密因就是成佛的正因 所以为什么它又称为是诸佛会命 一切诸佛当然都会破它的一切的欲望执着 所以如来密因 好 那我们先去了解一下 大佛顶手 大佛顶 佛顶是最尊贵的意思 大是赞美 这个大不是在比较大小的大 是一种赞美 称赞 称赞这个佛顶是什么 佛顶是最尊贵的 最至高无上的 最至高无上的来称赞什么 成佛之正因 如来成佛之正因 然后教我们怎么样 这个如来密因 是正因 修正了意 修正了意 都是从大的角度赞美的意思 它就是大一 修正了意就是什么 大正 这个正是正路的时候 正是究竟的意思 修正了意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 所以呢 它是正 这个是正因 也是大因 这个是修正的正 也是了意 就究竟的意思 以大佛顶这个大来称赞修正 每一步经都教我们怎么样去断翻 每一步经都有它对峙的一个力量 但这一步经是在教导我们究竟圆满 但是怎么样究竟圆满 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行 就是大行 就是行动 就是行动 菩萨是将来要成佛体 你将来要成佛体 你将来要成佛体 你必须行什么 菩萨万恨 菩萨是怎么样去圆满成就一切的功德 所以菩萨要修万恨 所以大正大阴 大阵大行 然后怎么样 所能言大定 所能言是定 最高的定的境界 所以都是以大来作为说明 是最高 最至高无上 所以从大 佛顶是最至高无上的 所以整部经 它就是展现出这部能言经的一个特色 跟它的一个修行的一个理念 你看到 它除了告诉着我们 如来秘因 成佛的条件 成佛的正应 秘因成佛的正应 比如说成佛正应是什么 如来仗 如来仗在众生心中 所以世尊在这个开悟的时候 在普鲁西亚开悟的时候阅读明星 在我们大乘法的里面的说法 它说奇哉奇哉 大地众生皆恶如来智慧得相 奇哉 以前我都没有发现到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原来怎么样 一切众生皆能成佛 只不过我们 只因妄想执着而迷失了 这就是什么 佛告诉了我们 我可以成佛 一切众生皆能成佛 他告诉了我们 可以成佛的一个条件是什么 我们本身有一个成佛底 这个清净的如来仗性 只不过怎么样 我们比较容易是什么 我们会用我们的意识去分别 我们没有办法用智慧心去看待 同样一件事情 你是用你的情绪意识去看待他 还是用你的智慧清静心去看待他 这差别很大了喔 差别很大了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我们出家要受山和大戒 原则上到戒场的时候 戒士都会问 你为什么来受戒 你为什么来受戒 我们现在大概都很 很讲究人权 很讲究这个 爱的交易 不像早期这么严格 我才在早期 现在可能行不通 早期 我才在早期 更早的时候 你要来受戒 我们都要师长签名盖章嘛 代表师长同意嘛 然后你到戒场的时候 这个戒士就会问 你为什么来受戒 师父叫我来的 他就把你打下去 师父叫你来 你不会自己想来吗 师父叫你来 回去回去回去 以前出家多啊 他还不差你这一两位 你为什么来受戒 师父叫我来的 你就没心想受戒 你为什么要来 回去回去回去 奇怪 师父叫我来也不对 下一次来 你为什么要来受戒 我自己来 你师父没有同意 你怎么可以自己来 也不对 他也错 第三次了再来 戒士也问 你为什么要来受戒 不回答 你是下架 下架不能受戒啊 回答也错 不回答也错 怎么办 他就是要把你那个妄想执着 打掉 才能够求得上品节 以前 有位医生出家 医生很有名的名医出家 他出家 第一天出家的方丈 就派他一个公公 去扫树叶 那放在哪里上交代他 要把树叶扫干净喔 只有他出家的时间 刚好就选在秋天 秋天是怎么样 哇 落叶最多的时候 而且扫不是指向我们这一小片 只是整个的大花园 你前面扫完 大概走回几步下面 风一吹又掉了 他在起烦恼 就去跟师父讲 落叶永远扫不干净 就方丈和尚 很简单的又回答他 继续扫 继续扫 他心里就开始在起无名了 我是遗生 我有这么具足的能力 怎么只是在扫这个树叶的 我出家的卡小时 继续扫 他也做遗生就好了 就大概在起意识分别 当他起这个念头一起的时候 方丈和尚就知道了 就走过来了 就走过来 就告诉了他一句话 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 落叶这样就像我们的烦恼 落叶就像我们的烦恼 落叶已落地 就如同烦恼一升起 马上扫除他 不能让他扎根了 让他成为影响了你将来成佛的因缘 这样子很棒 为什么要他去扫树叶 也许我们在我们都事后知道 事业代表就是烦恼 可是假如你是当下那位医生 你会觉得是你在少烦恼 你在少事业 就好比我们很多的职务来了 工作一来了 你会觉得你是在为众生服务 还是觉得大家都找我麻烦 大家都不知道都在做 容易会起重烦恼 这个就是刚刚跟各位谈的 你是用意识心去看待去做一件事情 还是用智慧心去看待一件事情 同样一件事情 你在做的当下 你会不会觉得你是在为众生服务 还是觉得说 怎么都我在做 我要把我做死 同样一件事情 当下所起的念头就是 马上很清楚去了解到你是意识心 还是智慧心 你是否能够把你所生起的那一念 亲近心持续不断了 这就是成佛之正因 如来正因 如来密因 回到原来的亲近心 你每一件事物 当下所起的因缘所生法 你都很如实的正知正见 你就不颠倒 你用的是亲近心 而不是用意识分别心 如来密因 这就是密码 我们他的密码就打通了 你就可以只通到成佛的境界了 问题是 你比较容易起的是 意识分别心 还是智慧清净心 所以为什么后来要叫我们去修定 那要修定 你定力要强 你必须要行菩萨道 你要行菩萨道的 主要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你要究竟圆满 才能够真正达到存活之境界 开悟再能演 真实不虚 我在读这部经的时候 一读到这个经文 经体就觉得 这早就把密码告诉了我们 只是说把整部经的一个现象过程 阿难尊者碰到摩登前 然后整个的因缘 这样的诉说了我们 告诉了我们七处真心 基本上我比较认为是 七处破我们的执着 你哪里执着哪里破 破到最后七处真心就是找心在哪里 心在内在外在中间在哪里 那个在找的意思是在破的意思 它就是破我们的执着烦恼心 我们很容易去找一个借口 比如说你做错的事情 不要说做错事情 你做的事情也许 人家会说 你哪里做不好 哪里做不好 往后七处 奇怪了 那你怎么做都不败 我减做减败 你对我有意见 也许会这么认为 这就是你用了你的意识分别 这个就是用你的意识分别 可是怎么样 没有这个意识分别心 让它起作用 那就真的要有相当相当大的定力 我记得在课堂上我最常举的例子 就是广青老和尚 广青老和尚从山上修行 苦修了十三年 好不容易回到场所去当个相当 这相当是就考验他的境界 故意宣布说大殿的香油钱不见了 他也没有说是他偷 但就隐色了 大家觉得 哇 光检流卫生 都第一个去当店 这钱一定是胖家 一定是头家的 他纵然听到了这么多的音声 这么多人对他的质疑诽谤 他有没有起到分别意识性 他当下的时候起的都是清静智慧性 为什么 我不相应 不相应 他不过就只是个阴身 只是个符号 我为什么要跟他起烦恼 就是一个阴身 那个阴身的符号代表 你把他动作差了 他就是一个符号而已 对他的在他的清静心里面 他就是一个符号的现象 就落了 落叶一落下 他就扫掉了 根本起不了作用 所以他依然如如不动的在入定 所以他可以 一入定就好久的时间 我们一座不入定 脚痠疼就抬起来去弄 不然就找理由 去打喝茶 脚痠磨 快要挠到那边 挠到好 时间够吃饭 都要去坐 不然要入定 所以有时候想想 我们对自己太多的意识分别 下了很多自己的一个障碍 所以没办法跳脱 没办法跳脱 所以这部经里面 用大佛顶 这个大来代表佛顶是最尊贵无上 最至高无上 大佛 佛在哪里 佛在哪里 佛在心中 这心中为什么看不到 那当然就要去找了 去修行了 那他从如如来秘密 这成佛之正因 秘密是正因 也是主要的原因 跳脱了这个成佛的主要原因的时候 成佛不可 所以要究竟圆满 修正了意 究竟圆满 所以要修了意经 修正 要不断的去调整 当你知道你的意识心一起 烦恼一起 你要调整它 所以不断的在修行 不断在修正 我们常常被我们的欲望 被我们的烦恼习气 给左右了我们的看法 调整 你的思想行为 不断的在调整 调整在什么 最佳状态 什么叫最佳状态 政见 只有一条道路 宗霸 别无恶法 别无恶法 所以当然法门就很多了 有些人就 譬如说这些谈的 诸菩萨万恨 布施慈悦 忍尽禁禁禅禅智慈慧 我们为什么称了六度万恨 六度万行 菩萨是 什么都要去学 什么都要去做 在你碰到的因缘里面 你没有选择逃避的权利 你就要去面对它 处理它 然后去超越它 菩萨修行 没有逃避的责任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刚出教的时候 我都还没有学过法器 也没有打过保中骨 也没有打过墨鱼 出教第二天第三天 就把我排轮直视了 轮早晚客的职务了 就给我一排就排到哪里了 打保中骨 露胸站在露 露一波就露不好了 又要露半又露不了 怎么办 职务排到了 当现在起烦哪里 真的我那时候就起烦恼 就应该打个保中骨 让我差一点 不想读书 静务来了 因为什么 怕 其实就是怕 有什么怕 就是面主啊 没有帮人跟我笑 打不好 怕人笑啊 怕人笑只有倒屁 有什么事啊 有些大便的事 然后就找出了一个借口理由 是要来收莹的 是要来让我疼法器的 要去找警察的 这个就是借口 其实自己有没有找借口 不用问的人 我自己想想 当初不想再继续读事的原因 只有一个就是借口 怕人笑 爱民主 所以《能源经》里面讲的很重要 我们常常都戴着假面具在修行的时候 你怎么解脱啊 我这一步进展的是把脸都知道 破破破破 我们准者啊 罗登前列 就被四肢这样破破破破 破到最后就开悟了就这样 后来 后来我自己碰到要打把动物 后来怎么办 因为我们不要 还不断小问人 还害怕人不想把我们教 后来就 碰到了怎么办 就去请人家 拜托人家 拜托人家把我们教 然后人家教我们要办法常常陪着我们 我们就要去准备个 随声听的 录音的 去录 录下来再学 人在笑 打我们就要去耳 为什么 因为明天就要上场了 打错了没关系 还有机会成长 但是你不愿意面对它 永远都不会 然后那个心理的障碍就慢慢地突破 然后呢 要学打木鱼 学谁当尾龙 还有出一时务 还有李祖花 还有不够多 还有出家不到两个月 既然要碰到梁房法会 还要去当尾龙 那有 文明怎么去就没有了 怎么办要学 怎么要学 对 密集的学 那时候都碰到很多人的考虑 那时候我心里在想 哇 这怎么要这么突出的 这卫着卫着都烦恼一堆就开始麻 就觉得 这跟读书好像扯不上关系 可是后来想一想 读书深入金章 无非就要调伏我们的烦恼奇迹 这个就是境界来让你去调伏的时候啊 你为什么没办法调伏 难道你书真的读通了 你的烦恼就真的调伏了吗 未必耶 然后就慢慢地学 又跟着学跟着学的 后来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群世了院长 说院长当我碰到这种境界的时候 该怎么办 老人家就送了我们一句话 当时他就跟我讲 随中作息 随中生活 自然就调伏了 随中作息 随中生活 大家都可以做的 能有什么做不来 你有没有用心去学习他而已嘛 所以就随中作息 随中作息 后来他写了这样的一个马笔子送给我们 好 索能言经是诸佛之慧命 因为这里面有谈到如来命音 如来正音 臣佛之正音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如来正音 我们的清净心 你为什么会起爱然心 为什么会起执着心 原来你的心是止息的当下 你的清净本性自然显现出来 圆绝经也有提到 知忘即理 知患即理 罹患即觉 我们常常就是在一个迷幻的一个 一个框框之下 跳不出来 所以这里就教我们怎么修正疗异 这样去调幅 去检验 去了断烦恼的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好 来 我们看 是诸佛之慧命众生之达到 教王之鸿钢 就是众生教导的一个 这么多的教条里面很多很多 它就是一个纲要 提纲窃领的一个纲要 我们最大的麻烦 就来自我们的意识心 如何把那个意识心调幅好了 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意识分别 像我自己当了住持 常常有一些单位来就反应 哎呦 他们那个丹人哪有 哪有点心调幅 我们就没有 我就不是技工 你看看 一个点心也能有去烦恼 为什么 意识分别嘛 当下的点心怎么办 不知道 可是他有我没有 我就会去烦恼 可是我们常常都在这个 去完后当下要求一个平等 自认的是平等 事实上已经不平等了 你的意识心早就不平等 你的意识心不平等的当下 你怎么找得到平等心 找得到吗 找不到嘛 找不到嘛 从来说他有点心 你也有点心 你还会想说他怎么会比较大 我会比较小 我会比较小 他怎么会烧 我怎么会冷 当你要去找到问题的根源点的时候 你要先回到你的起心动量 其实这是常常在生活上是常碰到的 为什么他这样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他那样 太多太多意识分别 把我们的整个的思绪怎么样 打乱了 把我们原来的亲近心 缴获了 所以他这里逃难 是众生啊 众生心输到较广之红纲 提刚才能告诉你的烦恼根源处就在你的意识心 你的分别意识里面 当你不得自在 我们都是都知道放下 就解脱了 有问题就是很多放不下 很多放不下 学了这么多的法 听了这么多的经文 我们不思慈戒忍辱经济禅知智慧 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 无非就是回到清静心 可是恰恰好很多时候 用了这么多的方法 我们对我们的意识分别心 好像似乎一点点的改善都没有 当时在能源经里面 佛陀就是这样的在喝吃阿难 而且在能源经出现了佛陀怎么骂阿难 堕哉男子 堕哉 佛陀在经典里面大概罵最重话的大概就是堕哉两个字 堕就是很笨的意思 很笨的意思 你怎么这样 堕哉咬不下的意思 对 讲了这么多教了那么多 你为什么都派无上功夫阿 阿难阿 你在佛陀身边是听最多法的 可是为什么功夫都提不起来阿 你看喔 以我们现在事实上 我讲的事实的观念 我们要请拜位 我佛陀的 佛陀的佛陀越高 阿难尊这队佛陀25年 佛陀也很高 付出的待机很高 这个意识分别 越靠近佛 跌跌就比较高 离佛远一点 跌跌就比较高 这是意识分别阿 可是其实他代表的 这当然是世俗法 我们不能说他对错的问题 我们是在说明 我们都希望我们这个离佛越近 可是问题你的心里 有没有真的学佛这么近阿 我记得我以前在台北的道场 在服务的时候刚去嘛 那老婆说他在那里站50年 去跳我站50年了 我不知道我会下来站 跌跌跌跌跌跌跌 我想是怎么我站这就好 没人站我先站 他就像圣经 南无台秘观世 我是发生什么事情 不是啦 我不知道 我站50年了 你还跟我接我 我都知道 那你会在贴跌跌跌就好了 你看喔 站50年了 还在南无台秘观 你如果上面那时候 冠山盘站在那里一定会笑出来 哎呦 你站50年了也是这个工夫喔 想一想 那个意识分别心 真的左右了我们太多了啦 我们意识分别心 哎我出家多久了呢 哎我黑粉多久了呢 我保身比你多 意识分别心 会让你去闭闭 冬哈的心太多太多 都是在谈这个 你怎么超越他 你怎么超越他 你看喔 这是这部经喔 这个很提纲切的告诉你 众生 这个教往 教导我们很多的方法 弘纲 提纲切 对就对错就错 开悟就是开悟 不开悟就是不开悟 有烦恼就是有烦恼 没有烦恼就是没有烦恼 没有模糊的空间 没有灰色的空间 没有那个矮的 我就刚好安装不然就刚好 洗到幽阴幽阴 不然就没中没地的 一定必有他的因缘条件 而所构成的清净跟扎览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这么一回事 各位你看喔 这部经喔 接着我再看喔 是禅门中啊 的要关 为什么叫禅门中的要关 刚刚跟各位提到的 所能言定 是禅修最高境界 我们又说所能言三昧定 或者所能言定 所能言是大定 大禅定的意思 在我们这个藏传佛教 一个叫大圆满修行法门 就大圆满就是 他就是大能言的意思 这个是所能言的意思 是大圆满禅定 大圆满禅定 那为什么禅宗禅门当中 他不是讲禅门 是禅门 就是禅定的一个方法 要关 你这个能够要灭一切的什么呀 受想 灭禅定 就是灭受想定 我们最难破的就是那个受想 感受 眼睛看到了 耳朵听到了 就刚刚举例的 他哪有点心 我哪有点心 眼睛看到了 心里的感受就来了 想法就来了 你就看我没有啦 所以我就没能够这样 那你要考虑太久了 你都说 我们是不够够 不够够够已经说半点钟了 那有够够吗 我不是吃不去 那也是够够 真是不够够 他根本就 一点点作用都影响不了他 落叶下了 就扫掉而已 怎么还要去在乎那个落叶 哎呦 这个落叶飘下来 怎么从东边又飘到南边 飘飘飘 他落下的地方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去睡觉 落下来就扫掉而已嘛 你还要去问 是哪一阵风来的 不会嘛 所以往往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修行上 这个就是禅定啦 禅门中的要关就是 能否很觉知的去了解到 你不受你的烦恼心 渣染心去影响到你的亲近 禅宗的一句话我很喜欢的就是 百花丛林过 遍夜不战胜 来到此娑婆世间哪里没烦恼 可是你不被烦恼 所影响所烦恶 真修行 何以为禅门中之要关就是要灭一切的受想 受想都是你的心理作用啊 每一个人的心理作用不同 每一个人的心理作用不同 可是你的心理作用你是可以调伏得这么的好 以前有这么一个公案 有一个大富翁 这个大富翁很喜欢听 这个弹琴的这个音乐声 在佛陀时代就有一位大富翁 他很喜欢弹琴 听这个琴声 有一天他知道有一位弹琴的这个琴师 他的这个才艺高超 弹琴的这音乐也很 让人家听起来也很喜欢 这位大富翁他想说 要我花那么多钱去请一位琴师来弹琴给他听 也要有一些代价 他就开了一个条件 他就跟这位琴师弹 弹琴的这个音乐家弹 他说我可以高薪的聘请你来 我的住所你帮我弹琴 让我听 我可以给你一千两的黄金 价值很高 可是要几天 要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喔 三天三夜一千两黄金 哇 哇 洪情真高 这个琴师一听就知道 这就是钓鼓以外的嘛 你故意凋然我的 你开了这么好的一个条件来忧我 他会完全想反正三天三夜 这条件假如你没有弹短的话 所有的费用都没有 一毛钱也拿不到 没有那个打几折的 只有要嘛全部拿 要嘛全部不拿 就是这样 要嘛三天三夜全部弹完了 这笔钱一千两黄金全部给你 你没有弹完三天三夜 对不起一毛钱都不能给你 这个 这一位琴师一听 好啊 你会把我设备好 他就跟你说 好可以 哇 这个富翁心理就想 哪有事啊 可以听得到便宜的 这个音乐家就跟他谈 我可以为你弹琴三天三夜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也必须乖乖坐在那里 听我弹三天三夜 假如你一离开 你换你要先给我一千两 不然我不走 你要乖乖的坐在那里听嘛 你要我三天三夜都不休息 那你也必须坐在那里听我三天三夜 你也不休息 不然我大金你去那煮菜 你去那泡茶 你去那边 好 这个富翁一听 那简单可以 OK 就给他答应了 结果 到最后会是谁输 再好的音乐 你也总不能听三天三夜吧 会不会疲劳风扎 一定会的 结果这个一下来 第一天 从早上到下午 这个大富翁就开始 怎么样 疲惫 没睡的啊 躺不住啊怎么办啊 疲劳风扎 那之后就跟那个琴师讲 我情侣你得到你得到我 我让我睡一下 才实在 好 这些种种的一个 谈这些一个音乐 就谈了一个哪 那个受想 没有所谓的绝对最好的 跟绝对最差的 受想是你当下那一念分别性 你能够用于 这个所谓的超越的智慧 才能够怎样相误它 所以要灭尽 你能够对一切的阴身也好 一切的杂染现象也好 都影响不了你 你才是真正的灭受想 灭受想 我们要称为灭尽定 一切的烦恼不会再升起了 所以会这样 残门之要关 我们残禅打作要断烦恼 无非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 超然的境界 那就是超然的境界 好 所以他这里提到 不论是诸佛之会命 众生 达道之鸿刚 乃至残门之要关 你看喔 从成佛 从众生 包括从禅修 首能圆经 都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 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 好 再来 世尊成道以来 五十教化 当然这五十教化 是天在中的这个五十叛教 五十叛教 五十叛教教化以来 无非为一大事因缘 求其种色化极 直指心体 发现真圣意性 佛陀这五十教化 就是佛陀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这么久的 这么长久以来的世界 无非就是为了一件事情 为一大事因缘 为另一切众生皆能成佛 而宣扬佛法 而宣扬佛法 而且是什么 能够呢 为一大事因缘 就直指我们的心体 告诉我 你也可以称佛 在禅宗有这么一个公案 有一位小和尚 小沙咪 就去问了师父 师父啊 请问怎么成佛 他刚好就有一位 有一个比丘走过来 他就喊了他的名字 比如说他走过来 他喊了 没来啊 他在这 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成佛 你相应来吃清清心 这小沙咪在问师父的时候 请问如何成佛 你是否念念相应清清心 这个阴生历来 人家在叫你的名字 你很讨厌的人叫你的名字 你会起清清心吗 又在找我 又是我 你喜欢的身 也许你就不会起翻 你不喜欢的身 也许你就起翻 所以 这个小沙咪问了师父 如何成佛 相应清清心 所以他这里教我们直指心体 来显发出我们的圣意菩提心 就是我们的圣意心 圣意心 好 然后怎么办 能够呢 真实的圆通 使人转悟同如来 让我们能够怎么 看这些事物能够像如来一样 像世尊一样 能够怎样 在坛子超无学者 坛子间 就刹那间 刹那间的能够超越 无学 无学 一切的烦恼不占有 还有烦恼当然要学习 还有很多要学习 所以我们俄罗汉的境界 有所谓的有学位跟无学位 有学位就是出国二国生活 他还有学习的空间 无学是世间的烦恼 贪真是一段 一段 一段 他有一段 好 虽然他这里啊 这个 谈到了 所以 这部能言经 这能言经 他之所以他的重要性 从诸佛之会命 众生修行的一个鸿鸿 包括禅门之要关 包括佛陀说法49年 直指人心 直指心体的一个作用 直指心体的一个作用 好 我们翻过来再看 都要谈了什么 我也谈一个究竟坚固 究竟坚固 就是所谓的 能够彻底的 能够彻底的 能够彻罚底缘 无动 无坏 而如来密音啊 菩萨万行啊 弥不知实乎 如来密音菩萨万行 都是从这里开始 从我们的这一念心开始 这一念心的作用 它相对的 它的力量就很大 你欢喜心做事情 那你的感受就不一样 你烦恼心做事情 那感受就不一样 所以当佛陀人在教戒 他的弟子的时候 比如说从慈戒 有些人觉得 戒律这里也不行 那里也不行 就总有起烦恼 可是有些人对慈戒 觉得很清凉 为什么 我因为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让他觉得什么 我很多事情都可以 很自在的 为什么 我可以很自由的 也很自在的 去过他的生活 戒是清凉的意思 可是有些人 他没办法去 塑持的时候 他觉得是一种障碍跟烦恼 都没办法超越 都没办法超越 所以戒本身是一种清凉意 失了就是清凉意 是觉得 我在这方面很亲近 那假如你不圆满 那我忏悦就清凉了嘛 就这样而已 那我们有一个 反思反省的一个作用 所以他这里提到 如来密因啊 菩萨万恨啊 明不知死乎啊 此而归己乎 所以这里 所权的 所代表的 都是谈 这谈到了他的什么 所谓的 原理以明真信 原理以明真信 开原形 一一事真修 真信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懂得 怎样去修行 去用功 所以他这里也谈到了 包括他的体啦 用啦 体 他的我们的本体 用 就是方法 我们都知道我们 都具足如来智慧得相 都具足成佛的佛性 可是我们怎么让我们这个佛性显发出来 要有方法嘛 所以他这所谓的体用 就是体用双章 体用双章 齐修也因果仪器原始要终 了义之说 好 他这里谈到了 这部能源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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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底谈醒 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修正 然后呢 能够动见我们的精进心 体 是我们很清楚 我们的如来藏性 所以 有所谓的 当我们能够先了解到我们自己本身能有具足成佛的一个条件 本身就已经先具足了 那你就愿意去努力 就像 在开采这个金矿 你要开采金矿之前 你必须先肯定里面有金矿 你就要去开采他 那我们本身在我们的新地法门里面 我们本来就具足了那个清净心 只因我们被种种的烦恼给盖住了 现在是世尊告诉了我们如来秘 世尊告诉我们 你也有清净的本心啊 你也有清净的如来藏啊 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所以后面他才会谈那几个心在哪里的一个观念 心在哪里的一些观念 那在这个提根用 我们怎么样去用 所以我们六根当中要修耳根圆通 是耳根圆通就是耳根 你修行能够圆满具足 你是六根可以互用的 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 因为耳根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从这个耳根当中 耳根也是要透过心事 心事 森林一进入了我们的意识心事当中 你所起的 是清净的 尤其娑婆世界啊 最容易修行的也是耳根 最困难修行的也是耳根 这个森林啊 杂染森林啊 太多太多了 你看这个整个李世坚 你再做好就有人要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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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耳根 那么等这种不完美的 環境当中要修行 完美的境界 还是得回到 转世层次 所以我们要用根不用事 根是一个媒介 但是相应的是从清新心来 你参加过离一切的渣染 离一切的渣染 让大家了解到这个能源经 也在 在这个 休息上的一个 一个重点 这是先 借用这个序文 借用这个序文 当然这个整个很多 这是带着大家 读了前面 读了前面的这一小部分 那当然后面还很多 我们就 这个不多谈 这个不多谈 有机会 在引用里面的话 应该在 课本里面 在经文里面都会提到 都会提到 那 那 希望回去的时候 各位有空 先把这一部能源经 有机会有空 自己找时间 就先送 先送过了以后 才比较了解到 里面大概谈了哪一些概念 我们在进入主题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能够切入 不然你觉得 在谈什么 因为每一部经有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 一个阻止架口 能源经它没有在谈什么特别的思想 它在谈一个怎么样修行 能源经都是着重在怎么用功修行 它不是像我们一般的一些 一些人在研究某些某些人的思想 佛陀的什么思想 没有它这一部经就直接教你怎么修行 怎么样破我们的五蕴烦 五蕴魔 怎么样破我们的心魔 只要破我们的烦恼魔 只要破我们的死魔 直接教我们方法破的 所以叫做修正了义 菩萨万能 那这一部讲义 这一部讲义是元定大师的这一部讲义 各位回去就对里面的一些经文 一些经文有一些用语 比较不熟悉的不知道的 你们就可以先读 先读这里面的 这个元定大师他解释得非常详细 可以说是蛮用心的 你想老人家以前不像我们现在有电子 电子党这么方便 哪里不通不了解 马上上网马上查什么资讯 以前没有 以前老人家他们在看经论不懂怎么办 从大当经开始找 找答案 我们现在找答案怎么找 电子党这个电子书帮我们找 找一下 这个好像变成一种通俗用的一个习惯了 可是以前这个老人家他们 这个他们在研究经论是 有一个地方不懂 他们就去找经论来佐证 那电子党的你大概一找他大概就丢这些东西给你 可是丢出来是不是真的就是符合于佛教的一个理念 这个也不一定 大概世俗上的一个所要用的自信也许比较容易 但是就佛法的一个修行 我觉得像祖师们以前这样 有问题他们就从经论里面去找 每一部经论 所以他们每次在找答案的时候就翻 我有看这个英顺老法师 英顺老法师他在写一些书著作 我们一生当中能够把大仗经看过影片已经很了不起了 他可以把大仗经这样翻翻翻到书皮都破了 还换了 听说换了三套 听说换了三套 我们一般一部经大概送过一次大概就摆着了 大概这样为了找资料 为了去更深刻的去了解到佛法的义理 他就翻 所以远利大师这一本讲记 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现在好像印刷去请回来好像很容易 老人家当时很多的问题他不知道他就把它写一写贴在墙壁 他就一直思考 然后去找答案 通了 了解了再把那个字条再撕下来 从贴满满屋的字条到把整个的字条全部拆掉 可见得他下了多少功夫 下了多少功夫 除了当时的一个种种的进阶的考验之外 他本身自己深入经账的那份用心 那份用心 所以这一本各位有空可以看一看 那也可以建议大家也可以去看那一本这个 我们新年纪念的治愈老上 它是一个它直接就是 这个字什么意思它就直接什么 直接就翻译了 叫做潜意 就是 等于是帮我们整理了一些佛学词典里面 我们不了解的佛学迷向 他帮我们做了一个著述出来 那是可以参考 但是最详细的还是这一本 最详细的还是这一本 那南淮景教授的 这个他写的是能源大义 意义的义 能源大义也叙述了一部分 但是就从整个的一个修行体验上 远林大和尚当时他受到很多很多的一个考验 他对这一部能源今天有独特的一个修行的体会 有独特的修行体会 那当时整个的佛教在动荡不安的时候 老人家还可以下这么多的功夫 去闭关去研究 去研究 那当然近几年来 我们这个佛教界对这一部经的研究 似乎越来越少 不单单只这一部经 就整个大乘佛法的经论 深入研究的真的是 不如往前喔 不如以往喔 不如以往喔 现在法会送送个金刚经啊 宝灿啊 水灿啊很多 现在目前整个我们佛教界有在做能源大法会 大概就是我们光德市进行长老有在做能源大法会 我们那位师兄好像有去参加过 这个能源大法还蛮庄严的 大概整个我们台湾做能源大法会的 光德市做的还蛮庄严的 还蛮殊胜的 还蛮殊胜的 也就是老人家他们对这部经的修行都有相当 因为他这个坛场的布置都按照丛联的规矩 怎么样去 去让坛场整个布置是很特别的喔 不是我们这样 反正就佛像摆一摆 花叉一叉这样就拜了 老人家是很用心的按照这个能源法会的坛城的规划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修行 好像是七天嘛 那真的是在修行喔 除了送进的话他真的是在用功的 真的是深入在用功的 除了送能源境之外的那种观想 坛城的布置 你进去就是要教导你怎么样观想 怎么样的色性 因为很多杂兰人里面都很严谨的去保持了 那个修行的气氛 修行的气氛 他绝对不会让你这个太随性的 这个 这个 进去里面呢手机响了咧 那个一下子要出来喝茶了一下做什么的咧 我这个以前这个在修能源境的时候都是有蛮严谨的喔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也这样啦 那我所知道以前都是很严谨 那里面都不能让你太... 没有任何的吵杂声进去就是要互念 互念阿比丘们才带着大家送 我带着大家送 那是谈目前 这教界对这部经大概 我们应该要努力一下 对这部经 觉得里面的修行 因为里面很多的功夫真的是在破我们的烦恼的喔 你愿意你可以下定功夫很容易就可以 所以判得上用场 对这烦恼的这种力量下手处 尤其对我们的心念的管理 心 管理我们的心 这部经我比较... 我自己啦 我自己比较把它当成是在管理好 最基本的喔 管理好你的齐心痛恋 你能够关照你起了什么动力 那个觉知的能力越短 那你要断完了力量就越强 那个烦恼一起的时间很短 你马上可以用功把它断掉 那代表你离乘佛越近喔 假如你起烦恼时间拉了那么长 又有这么多的善事师在教导你的时候 你毫无反省的能力 那代表你离佛越圆 这一部经里面很和谐就谈到这个摩登前女 他哭哭啼啼的 去找了佛陀 佛陀啊啊我们都没要插过了 不然你是在阿贵他什么 那不叫噭黎黎呀 那你慢慢就喊怨恨惺 那你念这个就叫他不静观开悟了 那真 rogue 从头关到脚底 那将理由发疗 BJ 为什么 因而那种杂兰性依然这么强 这么破 一定要有方法破了 那里面都会教我们 好 那我们直接来看经文 我们先看这一本原点 我们先看这一本原点 好 我们先看 这部经文的全名 大佛鼎如来密音 修正了义 诸菩萨万恨 所能言经 所以我们现在都简称过 大佛鼎所能言经 那真正要下功夫的 是这个如来密音 修正了义 诸菩萨万行 这个如来密音 如来是告诉了我们 他成佛的原因 成佛的证明 佛告诉我是怎么成佛的 我就是这样修行走过来的 我就这样破了烦恼 我就这样破了五云魔 我就这样破了死魔 这样破了种种的欲望杂栏 他把这样破除烦恼的方法 告诉了我们 还没有讲以前就密 讲完了就不是密了 成佛之正因 成佛之正因 修正了义 佛陀说法的经典当中很多 有些是用人法欲 或者有些是以人民为经 比如说唯摩洁经 这是一个人 那这本是除了怎么样 有法有欲 还有整部经的核心思想都在里面 刚刚谈到了所谓的正因 还有所谓的大因 正因 还有究竟 修正的意思 还有大行 还有大定 还有大定 就怎么样的成为一个修行禅定的一个力量 好 那我们看到经文了 而且谈到如是我文 意思是佛在四楼法城 起横金色 起横金色 在起横金色 与这个诸大比丘 与大比丘众 千二百五十人聚 这个修代表是大阿罗汉的意思 大阿罗汉 佛陀在起横金色 跟这个大比丘 都是大比丘 皆是无漏大阿罗汉 这一千两百五十位 都是大阿罗汉 那有人就问 在这里所谈的大阿罗汉 佛也是大阿罗汉 我们当称佛为大阿罗汉的时候 是佛也是本来就是 佛也就是僧宿 那称为大阿罗汉 佛也是大阿罗汉 但是他的大阿罗汉 是一个大圆满的阿罗汉 那这里所谈的大阿罗汉是无漏 是烦恼漏进 烦恼进什么 烦恼全部已断离阿罗汉 也就是大修行者 大修行者 无漏大阿罗汉 那有人就问 这里的大阿罗汉 跟佛也是大阿罗汉 到底差别在哪里 到底差别在哪里 当我们在说佛是大阿罗汉的时候 就记住 我们是在佛 只是要把他也是怎么样 成为是僧宿 也是比丘的意思 在比丘的角度里 称他为大阿罗汉 当佛跟比丘们在一起 称佛为大阿罗汉的时候 就只是把比丘们就称为阿罗汉 就不会再称大阿罗汉了 那在这里当然佛就是佛 那称这1250位是大阿罗汉 就是大 就是他们的烦恼已经断除了 断除了 好 这些乌罗大阿罗汉佛子 祝此善 超诸有能 有能于就所谓的国土 成就了 他们都成就了 威宇 崇佛转伦庙战役主 他们都是 崇就是跟随的意思 都跟随者佛怎么样 转法轮 就是弘法部教 转法轮 那庙战 庙战是金战 跟随者佛去宣扬这个佛法的道理 好了 这里就凸显了一个 我们佛教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这一段经文 来去跟各位谈到 这1250位比丘 都是大比丘 他们从 跟随的意思 跟随着佛世尊 转 有弘扬跟推动的意思 微移 微移就是谈佛法的意思 一般我们现在而言 1252大比丘 都是有相当能力 有相当的境界 都这么样真诚的 跟随着佛陀 去转动佛法 去推动着佛法 没有所谓的搞分类 不分类的 而且是什么 把这个法 去推广到世界各地 当时虽然在恒河两岸 佛陀走到哪里 这个藏随众就跟着到哪里 虽然已经是 无学位的 阿罗汉了 已经不再有烦恼了 但是他不会 会不会因为这样 我已经没有烦恼 我就不要再跟着佛了 会不会这样 没有 只要一年一句主 他们就跟随着 世尊来到处去弘法 不会因为说 我也是阿罗汉 我就已经学到这阿罗汉了 要不要再对了 没有没有这样 所以你看佛陀的藏随众 一千两百五十万 这些大罗汉他们 他们什么 本身他们的智慧 各方面的条件 都非常的具足 可以还要跟随着佛去转动佛法 代表是一个位 代表是一个什么 佛法所展现出来的 生团敌和合相 和合相 而且一千两百五十位也好 包括菩萨们也好 同时是吗 去证明了佛所说法的 真实不虚 所以大比丘们 跟随着佛 推动 好 换成我们现在 重来你现在布施也好 重来你现在很虔诚的 一个三宝地址也好 你会不会因为说 我已经有够惊喜了 不用再继续 这样败 这样对 会不会这样 应该要把这些观念 都要马上做一个调整 不论你布施的多少 不论你布施的多少 最终的一个根源目标 目的就是 令一切众生皆能政府 就如同佛一样 就像世尊一样 蒋经弘法四十九年 为一大事一年故出现于世 就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够找到 断除烦恼的一个力量 能够究竟解脱的一个精神 我们在读诵经文觉得 佛陀说法很自然 那只有1250的笔 他们要各自弘法一方 也不是问题 为什么要互在一起 当然展现出一个佛法的一个合合 一个团结合合的一个力量 也更证明了 一个修行很重要的理念 理念相同就能够聚在一起 所以一个佛法它绝对不是一个权力的号召 它是一个理念的结合 因为都是大阿罗汉 都是烦恼已经断尽烦恼的大修行人 所以他们自然能够怎么样 亲近心聚在一起 没有烦恼杂冷 所以是一个理念的合合 理念的一个结合 而不是一个权力的斗争 或者一个什么 权力地位名利的一个斗争 反而更展现出 就是一个广度一切众生的理念 去推动 去推动 这是一个在修行上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篇报导 这是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希拉蕊 他说他当一位修 你那个修行叫什么名字 德 他说他年 你 提个鞋子都没资格 为什么 他可以为众生付出 他都没办法 简单的谈 佛陀之所以能够舍离王位 去广度一切众生 打着赤脚 脱泊起始 他的爸爸跟他讲 今日 Cait HD turnt 你不要這麼辛苦啦 你倒了奉公 你看要吃什麼我都給你 你還有一千二百五十個BQ 我每天也怨輔你 都沒關係 所以就跟他解放人家說 這樣就不是出國的生活了 金鳳王很捨不得看到 希達多太子當時的佛陀 是要每天脫脖起 一位太子身分這麼尊貴 為什麼要這樣說 他覺得很丟臉 可是對希達多太子 剛好也因為他這樣的脫波形化 才能夠廣度一切有緣 也因此度盡了很多很多的眾生 能夠透過佛法的力量而斷出了煩惱 所以反而得到更多人對他的付辭跟愛戴 這就是佛陀 這就是為什麼世尊之所謂尊貴 我們稱他為明燈也好 有他們道理的 有他們的道理 好 所以這個大比丘們 這個理念就是一個心 聚在一起都是清清心的一個結合 清清心的一個結合 所以他們跟隨著佛 佛帶領了大家怎麼樣走向光明 走向圓滿 走向智慧 弘揚佛法去推動 唯以就是佛法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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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之精戰 精戰 這個遺囑 然後能夠嚴禁匹尼 匹尼就是戒律 匹尼就是能夠嚴禁 嚴禁持守戒律 能夠弘犯三界 弘揚 弘揚 魔犯 鬼犯 所以佛所帶領的這些比丘們 是什麼 佛法的代言人 所以其實出家 像我們穿著袈裟 其實就是一個佛法的代言人 做好做壞 杖都算在佛教界身上 所以前幾天不是看到了一個新聞 這個比丘尼不知道起了什麼樣的問題 這個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我不了解 我沒有再進步去了解 但是就以站在一個 一個嚴禁匹尼的一個角度上來談 絕對不會去做出這個很荒唐 很荒謬的一個問題 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些大比丘們 他們本身都是嚴禁匹尼 而且是弘幻三界 三界什麼 欲界、色界、無色界 三界裡面為什麼有三界弘幻 天人都必須扶持佛法 扶持比丘們 合一股 比丘們本身在欲界弘法 可是天人們看到比丘們都會很恭敬 你看我們在做摘天法會 一般人在儀鬼裡面 這個禮寢諸佛菩薩我們會頂禮 但是禮寢諸天就只問訊 不是我們病比較大比較不大的關係 是欲界也好 色界、無色界的天人也好 他們會覺得能出家啊 他們都恭敬 他們都會恭敬 為什麼要恭敬 因為他在天佛說法很開心 回到皇宮都忘記 他們覺得不容易 所以這個唯德力不同 唯德力不同 所以叫弘幻三界 硬身無量 佛的硬化身 比丘們就是佛的硬化身 當然有談到所謂的法身、包身、硬化身 比丘們本身就是佛的硬化身 你代佛宣揚佛法 所以這本身的這個很多很多的一個威禮啊 都要把它持守好的 好 那今天呢先大概先跟各位介紹 這部經的他的一個大意 經濟的大意 那這部經呢我想盡量的 用比較淺顯的方式來跟各位來做說明 回去要先看過了以後 才比較了解裡面在談什麼 不然說 哎呀我也知道 不是每部經都差不多都一樣 不一樣啊 這部特別不一樣 你看看經文就不一樣 這麼長 對不對 你看法言經頂多 大方廣佛華言經 對不對 那這部經的經文就是這麼的長 他就很絕對是很特別的 絕對是很特別的 好 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 我們來回向 請合掌 願你此功德 願你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好 現在可以了 一開始 我沒有去看 我和你結束 有一次 我不願意 在她說 你不要去看